马云九的九木专案创下了很多第一次的经验 总统第一次搭乘专机出访 第一次带艺文团体表演 最重要的是第一次是总统公务人员生涯 夫人周美清首次的随行 总统在机上广播的时候 他还恳请媒体不要太关注夫人的穿着打扮 还开玩笑 根据了爱妻守则 妻子出席宴会之前 对其穿着打扮要听其自由 不得造次 这位九木专案工作人员 以及各位记者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马云九 第一次尝试机上广播 该恨的用 还是竖着用 总统真的不看熟 我在这里向大家报告 我们所有的航程 都将以既定计划进行 绝对不会有意想不到的降落地点 由于团员人数比去年多 因此决定他乘成成本效益比率高的专机 换言之 搭不搭专机不是高调低调的问题 而是任务需要的问题 这是我担任公职28年以来 内人中美亲第一次随同出访外国 我在此恳请各位记者朋友们 多把焦点放在我们的外交访问 老儿不必一直追逐问我 他这几天会穿什么礼服 在我们家也有爱妻顺妻 这个讯文十条 其中第一条就是 妻子出席宴户前 因多方直接听其自由 不容有担导造词之行 这点请大家务必量 总统你也要保重 我身体撞上 我身体撞了橡皮马 跟随团团员致意 想刀然而 总统代表就好 朱美清已经换了叶夫拖鞋 戴上黑框眼镜 正轻轻松松 在看电影《玛丽与我》 不像总统那么苦命 13小时的航程 得埋头 K资料 周天新闻 黄一群 陈文如洛杉矶 最后报道